这就是一幅幅在中国画界被赞誉为廖荷花的廖书仙的典型作品 廖书仙的荷花图 它的荷花和荷叶有着工笔画的巧蜜和精细 又有莫古画的层次和逼真 而在荷花的背景中 我们还能看到风格浓郁的写意化的挥洒 当初来说话我根本就没想到会发展到今天 因为我并不是以花类为生 你要真正你的话要被社会所认可 必须你的话要由你自己的风格 中国画界人才积极 廖书仙不靠画画吃饭 却又被画界认可为当代名家 并多次获选出版邮票专辑 向来它必然具有超凡的特色 下面我们就来通过一幅作品的创作 来了解廖荷花的独特之处吧 比如这个荷叶 荷叶形状 我把它画出来 比如一皮荷叶它上面有很多精的 然后我就从这个上面 从慢慢慢慢地刷这上面 然后就把这个 每皮叶子的生长过程 生长这个精美 我就这样我把它画出来了 对吧 这个地方我就这样画 你画过后 这就在这个基础上就把它画出来 我这叶子没勾现 这个叶子就是蘑菇画法 然后我这个画就是工地画法 然后比如说我这个山水 我这个画完过后 最后这个 比如我这样画两条鱼 然后我这个这个画呢 我背进来我还要画一点水 然后画点水呢 就用鲜艺的方法画出来 这幅画起码要三天 或者是四天才能画上 一幅廖荷花的诞生 需要三到四天的时间 然而廖荷花风格的形成 却花费了廖书仙 无数的精力和时间 当初为了学画 廖书仙就先后拜师 五位不同流派的画界名家 除了名师指点博彩仲长之外 最心于绘画艺术 勤奋创作 也是廖书仙成功的重要因素 当年在四川省政府工作的他 工作之外的时间 全部都用在了绘画上 每天老婆头脑里面都在想 我咋个构图 咋个画它 咋个的是把这幅画画得与其他人不同 我咋个创新它 我老婆整天都是这样想的 我从来都不觉得累 画画是落在其中的 然后通过你自己的画笔 然后你把大自然的一种一步 大自然的 有种你认为非常美的 然后你非常热爱的 这个画出来的后来 你变成一把装掉了 看着这个地方 然后每天你一看 就就是通过你自己的笔画出来 通过你自己的心血画上 你又觉得非常有一种 非常愉悦的一种感觉 廖书仙之所以能够开创 廖荷花的画法 也是因为他热爱荷花 热爱荷花淡薄名利 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 廖书仙说 移民加拿大使他更能够沉下心来 进行艺术创作 既然我就移民到加拿大来了 然后现在过后 这边的时间就更充裕一些 然后更让你的心更静地下来一些 然后我就再思考一个啥问题 西方那些先进的有些东西 能够涌入到我自己的这个画里面去 这就是我的一种想法 去年廖书仙已经在加拿大 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 受到了本地艺术爱好者的热烈欢迎 现在他又在每天绘画六到七个小时 准备将更好的作品奉献给观众 廖书仙是勇于创新的艺术家 他现在又开始尝试新的画风 我们希望廖书仙能够在今后的创作中 不仅保持廖荷花的风格 还能创造出廖山水 廖人像等独特的画作 更加丰富家中两国的艺术画廊 我们希望廖书仙能够在这边 谢谢大家